把時間交給許溫蓮教授團隊 市長 各位貴賓 我今天要講的是自然預言理解 AI裡面最困難 就是自然預言理解 目前深度學習比較不能夠應付 因為這個有Recognition和Reasoning 兩個要Combine 他很難就把它分開 所以我今天講的這個東西 我們是有用深度學習 但它不是主體 它是在一些輔助的地方 最主要是我們要做的時候 希望說是學習人類理解自然預言的方式 當然我們不敢說這個一定是 但是我們在做小學數學或做什麼東西 它的學習方式完全是照 人類理解這個怎麼解題 首先我們做的東西一定要Explainable 也可以跟人家互動 所以它錯的時候 很容易可以改過來 那哪些系統需要這個XAI 就是說 需要 和人互動的這些場合 那我等一下講三個主要的系統 我們現在 做的自然預言的這個Machine Learning Model 是三個全部都可以Apply 所以這個Machine Learning是Interpretable 要做的 第一個是以後都是機器人要能夠聽得懂 指定 所以這一點非常重要 那現在用深度學習很難做這些事情 這個例子是 給我2014年年報中 富士康子集團營收在鴻海集團的比重 這是我們去鴻海訪問的時候的題目 那這個第一個要做到2014年年報 然後找到富士康子集團的營收數據 然後再找到鴻海集團的營收數據 然後把這兩個相處 這其實是一個小學數學的應用 第二對談系統 這也是一個例子 請問資訊所新任所長是誰 廖宏源 就是今天有來參加的 那副所長 這個是 前面講過後面就不會重複 所以你要 真的做的時候是要把它填回去 你要了解說他審定掉了什麼東西 請問資訊所副所長是誰 這個才可以回答 他上任後有什麼改變 你要知道這個不是問副所長 是問所長 OK 所以資訊所所長三任後 就是你把這題目 聽懂了以後把它填完 填回去這個問題才完全 然後再去回答 這樣子比較有效 那最後在這個教育上的應用 就是我們今天要做的這個小學數學的應用 我們不但是把這個題目算出檔案 而且要解釋也寫出來 這個解釋還可以去適應 不同老師的喜好 所以最主要不是像AlphaGo 把這個騎網打敗 而是要教人家怎麼下去 那我們這 解數學也是要教學生怎麼把這個題目了解以後 自己會做 那為什麼研究小學數學 它其實跟剛才三個系統的 Kernel其實完全一樣 那有一個好處是它可以驗證 就是你做對做錯很容易驗證 對人的系統比較難 那小學數學是 像一個每個題目都像一個小的 例如串言有幾個條件去 加上一個問句 那所有自然語言理解系統會遇到的難題 都需要處理 它優點是有正確答案可以評估 然後呢 我們藉由小學數學 因為它的語言的那個難度比較低一點 所以我們 可以做得非常徹底 所以我們現在基本上已經 我可以說完全把握 自然語言理解 所需要的component 它所需要的知識是非常的浩瀚 那這個怎麼 怎麼去自動學習 是我們下一步要講 那小學數學其實本身也有對談系統 譬如你講完了說 誰給誰幾個蘋果 那 後面你可以問 如果那個蘋果不是五個是三個答案又如何 我們系統也可以回答 那假如給的人換一下 不是小 給的不是小張 不是小美是小張的話 會剩下多少蘋果 這些都是它的一個簡單問答 在這個過程中間 我們 同時需要開發 所謂的自然語言的 劇本 也就是說剛才我們不是看到紅海的例子 裡面要有四個步驟 都是自然語言 在小學數學其實 它到處都是這樣的一個 程式 可以讓機器通能 聽懂自然語言的指令 所以這個就是剛才一個例子 但是 各位知道現在其實 Parser是非常的 大概 中文Parser大概80%正確率 小學數學裡面 假設它前面條件句有六個句子 你任何一個句子錯一點 整句都完蛋 所以它基本上 要有100%的正確率 那我們想說 我們小孩子在學 中文的時候都不會Parsing 對不對 大人也不見得會 所以我們要用另外一個方法 不是用Parsing方法 可以把這個句子理解 這就是我們今天發行 下面是這個難度在哪裡 冠群 有紀錄 每秒可有18公尺 有864公尺 你如果用中英語的 這個CKIP斷詞系統 他會斷成那個群油 這個就 這題就白白 然後這個後面的油 他是認為是一個人性 淨油 所以這個動詞也沒有 下面 至少要付幾張才夠 他又把這個張才變成一個人民 大陸很多二字詞人民 他就學到了 再來一台大冰箱 大家猜錯誤在哪裡 對 所以其實有非常多的這些 我們沒有預見的 但是他會錯的地方 怎麼樣用知識把這些錯誤 能夠自動的消除 這是非常重要 所以還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文法上的這個 文法松散 他本來說買三塊大餅 他寫大餅買三塊 然後呢 每塊15元 逗號以後才講 不是一個句子 所以現在Parsing也不能做 持續自由 譬如說 這個是標準 講法 他寫作業寫得不錯 SBO 然後呢 我們也可以講 他作業寫得不錯 這其實也常講對不對 他工作寫得很好 這個時候就是 SOB 然後呢 下面是 作業他寫得不錯 如果要強調 所以一個句子進來 當你不知道 他前面是 SBO 還是OSB 的時候 你快搞得一塌糊塗 現在呢 其實那個 Google的Translate 在這些地方 也做得非常差 因為他 他在對著 弱的東西 非常的 做得非常差 也就是 Deep Learning 在這方面 比較難學 可是 我們現在 基本的做法 是用一個 Principle-based 也就是說 像小孩學英文 或者我們學英文一樣 我們給你一些句型 然後老師就說 你多讀一點書 你就知道這個句子怎麼用 後面這部分是統計 前面這個部分是RAW 他也不是普通的RAW 是一個Principle 所以我們現在的做法 就是 把這兩個 RAW-based 和機器學習的缺點 把它 給這個 避免掉 然後呢 做一個新的 機器學習 RAW-based基本上 不叫 機器學習 因為他很難從一個 Data-base裡面 自動學 我們現在的 Principle是可以自動 從那個 很大的語料裡面 學會 然後後面統計 也是一樣 可以自動 所以這個叫 Semantic Frame-based Structure 那我們認為Structure 比機率 更有用 因為 Structure 當你認識到的時候 你馬上知道 這個 這體是 對還是錯 但是機率的話 容易給你一個值 0到1之間 那下面我們發現 那個Knowledge 非常重要 譬如這個句子 在中文的時候 你如果用Pas 它這一段 它不會給你分的 因為它整個是一個名詞 Ping 衛生福利部 桃園醫院 神經內科 E死亡病 那我們系統現在 Train好的 有知識 它會 把這個 其實每個巨人 都有主角配角 配角還有它的配角 所以我們會把這些 主角配角 全部抓出來 自動的做出來 這個知識也是 自動擷取 這個是 我們現在 跟一個報社合作 因為它有 非常多的語調 可以學 各位看你 你如果寫英文的時候 你就會加這個 In 桃園 它除了off 的Ministry 但是中文的 就是我們 我們的學生 寫的時候 就這樣寫 所以他寫英文的時候 就出了問題 他不知道哪裡放 那個In和off 這是我們在做 小學數學 的一個解題 這個是學生的問題 然後後面 我們解答 剛才我們在外面 有Demo 這個 你可以去改那個題目 或者是改那個人 什麼都可以 所以基本上他會了以後 永遠不會錯 這是很可怕 這小孩子 人啊 會了以後會忘了 或者會 他會跟別的混淆 我們這個是 會了以後就會 我們現在做這個 做這個系統 他們都花了一年時間 把基本的那些 語言的那些障礙 去除以後 我們把家人法做得 還相當不錯 也就是過目不忘 懲除了 只花了兩個禮拜 就做完了 因為前面的姿勢啊 用到懲除 其實是一模一樣 所以他只有泡另外一些 劇情 類似的 我們學語言一樣 就可以把懲除 全部做完 所以這個是一個 就是在 機器講 是一個非常 驚人的 這種地方 我們人 可能做不到 好 這是我的 這個整個演講 謝謝各位